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在这里啊 应该是这儿 环境还行 坐哪儿 说是六号 这不是 就这儿了 叫你来是给我把关的啊 如果行的话 我就跟他多聊几句 应付应付 完成我爸的任务 如果不行的话 你就赶紧给我打个电话 救我出去啊 好吧 那我在哪儿坐着 我就在卖面包那儿 行 别忘了啊 请问这里是六号座吗 是 我可以在这里坐下吗 请坐 请问你是 我叫瑞贝卡 我 我 我叫马希伟 张阿姨说 张阿姨说今天来的人叫瑞贝卡 要喝点什么 随你 好 服务员 点单 是你来吧 听张阿姨说 你说你是跳舞的 是的 不知道是搞什么舞蹈的 泰国舞的 泰国舞啊 怪不得我一看你 行吗 要想赢 你又必须走在这敌人的前面 你放心了我 我都已经对他们进行考试了 这不合格的 我是一个都没留全让人滚蛋 留下来的就全都是精英 那我几个亲戚呢 一个都没留 都不合格啊 麻烦了 留下来就更麻烦 我告诉你老黄 这次出国这批工人 那必须由马熙为亲自签字 才能办理这个护照和签证 就你那些亲戚 他们能过关吗 不可能的呀 你必须为了公司的宏伟蓝图 你现在必须大意灭亲 大开上街 这帮亲戚难缠 你必须这么做 兄弟啊 我那个外甥 能不能想办法塞进去啊 冒名顶替也不成啊 这 这什么事嘛这 我跟你说啊 这次这考试它可非常严格 你没看那些考官在考场上 都拿着数码照相机呢 这是为什么呀 就是要把这些工人的脸都照下来 除非你能给你那外甥换一张脸 成 为了工程制度 我可以理解 这就对了 就那些考官 不好糊涂 要不是我提前 给他们都做好准备了 非抓瞎不可 兄弟 哥哥明白 哥哥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重感情 我不会亏了你 哥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觉得既然你瞧得起我 对你瞧得起我 给我这么一施展的舞台 那我就要把公司经营 并且管理好 至于那待遇问题嘛 天地良心 哥哥还能一句话 绝对不亏着你 这次 总共刷下多少人 这少说也得 也得七十个吧 这么多 你在为这工程质量着想啊 你有见过那不合格的工人 他做出合格的工程吗 这基因有缺陷的人 他能生出那健康的孩子吗 那是做梦 马总 全部考完了 怎么样 基本都合格 就是有两名这个铲车司机啊 可能是由于紧张的原因 考得不够理想 不过这两名司机的 基本素质都不错 我答应他们三天以后 再进行一次补考 看来我们真是小看他了 我光知道这个黄老板神通巩大 但是真没想到 他的施工队伍的技术素质 也这么够标准 不过我有一个问题 你说他怎么会这么快 就达到标准呢 应该说是蔡佳湾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侧面了解到了 蔡佳湾到这家公司以后啊 收购了三家小型的建筑工程队 然后对着三支队伍 进行了大多阔斧的整顿 他采取内部考核 竞争上考的方法 使这家公司的面貌是焕然一新 黄玉朗呢 是个不大懂业务的人 大关系搞公共 融资资本运作 这个是他的强项 不过他特别相信这个蔡佳湾 让蔡佳湾啊 放心大胆的去干 蔡佳湾呢 也不负他的期望 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这个更难得的是啊 蔡佳湾竟然把黄玉朗那几个亲戚给炒鱿鱼 这几个被炒鱿鱿鱼的亲戚啊 围着黄玉朗大闹 要把蔡佳湾赶走 黄玉朗不仅没有赶走蔡佳湾 还把蔡佳湾提拔为公司的副总 把公司的经济大权全交给了蔡佳湾 这么短的时间 发生了这么多事情 不可思议是吧 可它就是发生了 只能说是一个奇迹 好吧 既然都已经合格了 我们就没有理由再阻挡他们了 马上给他们办出个手续 咱们也不能做那种为难人的事情吧 好 我马上通知有关人员去办理 辛苦你了 马总 你有个亲戚找你 是个女孩子 他叫马九香 亲戚 什么亲戚 说是你四叔的女儿 我四叔的 我哪有个四叔呢 这样 你让她先在外面等我 好嘞 有没有四叔还不知道 看来谁都免不了苏 不过 我们再说吧 爸 爸 我问你件事啊 我是不是有一个四叔啊 她有一个女儿叫马九香 什么 远房近景 那有多远啊 好 我知道了 远房近景 而且很远 多远都得接待啊 这种事吧 你是越怕她越来 根本挡不住 这就是现实 想吃什么 点吗 我不挑食 随便 毕竟我请你吃饭 你点吧 那标准多少啊 两百 两百啊 再加一百 三百 才三百呀 这不符合你的身份吧 怎么说你也是我叔叔啊 别别别 先别叫我叔叔 你爸是我四叔 对不对 那按理说咱俩是平辈的 那你应该叫我 早不能叫你哥哥吧 你说你这个年龄 我叫你哥哥不合适吧 在说我出门之前 我爸爸跟我说了 见到你这种年龄的男人啊 就得叫叔叔 保护自己 好好好 就叫叔叔吧 那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虾 好 红酒酿小龙虾 小龙虾 含重金属 对身体不好 也不环保 你看前几天新闻 刚刚播了呀 说这个小龙虾不能吃 那就 椒盐爬子虾 不行 壳那么硬 把嘴给扎破了怎么办 你得口腔溃疡的 那就清蒸小白虾吧 没味儿 吃老嘴这什么味儿都没有 这两天不惹怎么了 口皱 呛呛 这个好吃 多残忍哪 那是活的 你活生生把他给吃了 你太不人道了吧 那你喜欢吃什么虾吧 那 澳洲龙虾 澳洲龙虾这个恐怕没有 没有 服务员 服务员 您这有澳洲龙虾吗 您要多大的 咱也别太浪费了 要吃两斤的吧 要喝点什么饮料 威士忌 威士忌 我要啤酒 谢谢 我的嘉宾啊 威士忌嘉宾 你的生活品质还蛮高的嘛 高品质的生活 是我的人生追求啊 我新浪博客里边 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谈这个的 你还有博客 是啊 我的博客的名字叫 踏花归来马蹄香 新浪的 是蛮浪的 我还有KK空间呢 里边写了关于我的一切 名字叫 走有一天我会成名 成名 那你为什么要成名 成名啊 成名我才能有钱呀 有钱我才能 过上高品质的生活 道理很简单 成名录曲折 李白先生都说了 数到难 难于上青天 那也得上呀是吧 可是你靠什么去成名呢 靠我的智慧跟我的特长啊 特长 你还有特长啊 魔兽比赛你知道吧 我前五名 快乐女生 我差一点就入围了 还有 靠香 那个丁多算是爱好 不算是特长 爱好就是特长呀 你看那些变魔术的 上个春晚就能出去赚钱去 靠香 你这个跟他们是两码事 你现在还小 有梦想那是好的 但是梦想不能只停留在空想上 如果空想的话 是是是是 我知道你有文化 有知识 你是共产党 你是领导 可是我不想在这听你给我上争执课 我看你混得也不怎么样 但吃完饭我请你唱歌去啊 让你听听我的海特音 我先给你唱两句啊 当当风景都看透 也许你会陪我看喜水长流 好听吗 谢谢 马九香的博客 和可以可以空间文章 我都看了 怎么样 这孩子啊 看了不少的网络文章 应该说是网络的一代 那你觉得他的思想倾向呢 最明显的特征 就是崇拜物质生活追求享乐 比方说啊 想参加时尚活动 背艾伟的包 用迪奥化妆品 开奔驰跑车 享受意大利托斯卡纳的阳光 我跟他吃饭的时候 都已经感觉到了 他完全跟我们就不是一代人 你说怎么办呢 我爸还让我给他找个工作 你说像他这样的 能干什么 根据他的实际情况 去一家影视公司 或者是管个公司比较合适 可咱们又不认识这方面的人呢 就算是认识 人家也不一定会录用他 一家公司 不可能养这种闲人的 他年龄不大 不如你资助他读书吧 老林啊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亲戚不管吧 说不过去 管吧 花精力花金钱不说 到头来失利不得好 真是难办呀 难办也得办哪 学校 叔叔 这碗电脑子 来 吃点水果 谢谢叔叔 来 来 来 这是你的 世界顶级品牌超宝 没理你马来下 那也是国外呀 二九强 你对别人负责任 对自己负责任这是好的 可是 你不觉得 你现在还太小吗 哎呦 我都多大了 好 那说吧你 你找到没找到 你喜欢上的大学啊 我不想读书 你不说你想成名吗 你不读书那怎么成名啊 我不想坐在学校里读书 我觉得那样会把我给读傻的 那你想到哪读书啊 我呀 我想读 生活这本大书 社会这所大学 还挺有志向啊 说说看 那我就找个男人把我给嫁了呗 找个比我有钱的 比我有能力的 还得长得比我好看的 养着我 要是养猫养狗 那还倒容易了 你这种养法 对世界上所有的男人来说 那都是个大难题 知道吗 所以我才来找你啊 大树底下好成凉嘛 叔叔算什么大树啊 怎么 我是个坏女孩你害怕了 叔叔没说你是个坏女孩吗 我就是想起一句话 叫 好女孩上天堂 坏女孩走四方 我就想走四方 我要跟你去越南去柬埔寨 去湄公河荡州 好 是的 请问您是 胡妈妈 哦 哦 快快坐 请 这是我儿子的照片 他是搞天文的 想给他找一个半星 我看看 这小伙子形象好啊 有房子有车吗 好 那您得想让我看看你女儿的资料 不是 你条件达不到 我看也白看呢 那就不看了 李先生 您听听我女儿的情况 请坐 那您说吧 我女儿呢 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的 小雨种 哦 西班牙语 现在呢 是在西班牙语公司里做事 不以为能晓得吧 啊 什么 嗯 包包 包包 哎呦 世界名牌呀 哦 世界名牌 哎 是你女儿还是包啊 那当然是我女儿了 哎呀不不 不对 是包包啊 啊 我女儿呢 是这家公司的销售总监 哦 卖包的 对 南翔小龙包 你 你可真会开玩笑啊 眼下呀 那是最流行的职业 嗯 说吧 有车有房吗 这个房子车子都有了 而且还有这个大马钻石 啊 只是离咱们这个距离啊 远点儿 嗯 在织女星系 这个距离呢 是两百四十万光元 在织女星系里啊 有颗这个爆发的超新星 它喷发出来的物质啊 是二氧化硅 哎 哎 这个 钻石的化学成分 就是二氧化硅 硅 硅你个头 嗯 你这 让你儿子上天去找仙女去吧 哎哎哎哎 哎哎 哎大姐你怎么走了 别走啊 老头子啊 我叫你穿得随便的 看你穿得这么正式 哎是你相亲 还是给儿子相亲啊 哎呀你懂什么呀 这个老子有档次 儿子也就有档次 这档次上去了 选择对象的档次 自然也就上去了 还档次呢 你看 现在出洋线了吧 什么呀这是 开口就是房子车子收入存款 哎 这哪是相亲啊 这是在找投资银行 这爱情呢 哎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没有爱情谈什么婚姻呀 看样子你病得不轻啊你 我就反对替儿子来相亲 结婚是他自己的事情 做父母的 操那么多心干嘛呀 好了好了 不管了 你相忠的 不一定儿子相忠 是不是啊 是啊 哎 你说现在找个女朋友 怎么会这么难啊 这好多姑娘都到哪里去了 我老伴啊 天天掌握着给儿子找对象 还让我去那个公园里的生婚角 那纯粹是浪费时间啊 试试总没错吧 哎 你那个侄女呢 你跟她谈得怎么样了 谈得不怎么样 她根本就不想上什么正规大学 可口口声声说是要上社会大学 还说要去越南去柬埔寨 去到湄公河上荡州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荡州 荡什么州啊这是 浪漫 吹牛呗 总部能让她这么闲着吧 咱们得想想办法呀 你想什么办法 我反正没办法 要不在咱们总部 老林 这话你别说 这种事情想都别想 我不准 喂 是我 古兰茵女士啊 去非洲的事情 最后我还是同意了 没有阻拦她 可是 这次 这次 你想把她留在身边 她年龄也不小了 也该谈恋爱结婚了 总是在国外工作 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 是不是 是 我知道 蔡老板需要她 像她这样的人 东方建工也缺吧 像永利这样的人才 哪儿都需要 我想 能不能把她调到东方建工 到总部工作 这样 就不用东北起跑了 您放心 这个 我会考虑的 你现在 还是单身一个人吗 对 我还单身一个人 不过我觉得 是我这样子挺好的 当然 永利嘛 还是应该早上结婚 成家的 妻子 彩总 麻烦你 马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哦 马总找我有点事 你先坐坐 哦 好 这是你们公司的出国名单 哦 怎么了 这个马九香怎么回事 谁放进去的 这是我们招的员工啊 你知道吗 这个马九香是我的侄女 老林告诉你的 我说蔡总吧 你什么意思 你这是在帮我呀 还是在害我呀 马总 我怎么能害你呢 这是我们招的员工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你的心意 但是我怕你帮到忙 东方建工是一个大型国企 不是私营企业 那不能随随便便地 把七大姑八大姨 都叨过到公司里来 这是最公权力的一种亵渎 蔡总 蔡总 哦 找我什么事 说吧 有没有搞错 是你先找我的 不好意思啊 今天事太多了 脑都有点乱 永烈 我找你来呢 是想让你当这个副总 条件你可以提 怎么样 你今天找我来 就成这样 这只是其中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 你怎么回事呢 你母亲找我谈过了 她不希望你再出国 怎么又来了 你别听她的 可她是你的母亲 我也不好说什么 那是你说的算 还是我妈说的算 我并没有表态 那就等于表态了 蔡总 你怎么连这一点小事都搞不定 怪不得你兄弟要离开你 你就这么看我 你就这么看我 我跟你说一道实话 当初我来一家公司 就冲着你来的 可你 你让我太失望了 你动不动 就发脾气 骂人 数值低劣 你怎么能管理一家公司 怎么能发展一家公司 一家没发展的公司 怎么能吸引到优秀人才 是不是 没有人这样说过你 如果大家对你说好话 说奉承话 那这个老板 也就当到头了 蔡总 你别不高兴 我是不会讨好你的 我要走了 老板 家旺还要找我吃饭呢 你真的要走 要去黄玉郎那儿 我真的要走 我 我真的要走 今天要了 干杯 干杯 其实啊 我是一个相当有管理才能的人 用这现在话说就是 总裁 可是一直都被他们给掩盖了 主要也是我自己的优点 被我这缺点的光辉给掩盖了 钟子惊 能量都在内部 只等爆发 爆发了就是超级新星 你可别说 你的知识还真不少 我这人呢 特别爱学习 尤其还爱研究这个新鲜的事 听说 听说你在王老板那边干得不错了 这是你 小事牛刀而已 王老板那边的亲戚 都给你炒的 这消息可够灵通的 这你都知道 这建筑圈就这么小 如今又是信息时代 没有什么事可瞒的 来个人又搜索 更没秘密可言 我跟你说啊 这是我的 神来之彼 就黄老板那些亲戚 就是那些农村的亲戚 他们其实跟黄老板没什么感情 为什么你知道吗 黄老板在特别穷困潦倒的时候 谁搭理他 没人搭理他 不是就是因为他没钱吗 对不对 现在呢 人家黄老板现在发达了 发达了 这些亲戚就跟苍蝇 嗡嗡嗡都来了 别笑 你再说我 就以前我在我二哥那公司 以前我在蔡家盛那公司 谁搭理我 没人搭理我 为什么 我没实权呢 不是现在呢 你看我现在 虽然在新创 我就是个副总 可是咱有实权呢 就这些人都跑过来巴结我 就这世道 你不再说我了 这永利你这话你看你说的 你是谁啊 咱们是兄弟 咱们生死兄弟 那是 来 再吃 来 来 只要你摸透老板的心态 那就好下手 对 我先把他那帮亲戚全给解雇了 后来我又召回一两个了 这样他们就乖乖听我的 明白吗 哥 你可真是个传说 嘲笑我 那是我由衷赞美 对 说这么多你考虑怎么样 来我们这儿得了 我们新创 就缺像你这样的人才 人才来到我们公司 我们必会重用 你这么说是挖墙脚 这话是计划经济实在词 咱现在不用这个 行不行 这个叫人才引进 来 喝酒 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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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我吗 我叫西西 你是 上次就是在这儿啊 还有八哥 赵 赵八卦 对 就是他 来 蔡总 我敬你一杯 唉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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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让他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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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太快 你要去吧 我今天是把你倒楣了 那些东西 这一个好味道 我没想到自己的 你怎么又是在这儿呢 这是标注的 你们都去那儿干嘛呀 还能干什么呀 修路呗 修路 国内的路还不够您修吗 您干嘛要跑到国外去修路 国内没路走了 只能去外边找路 国内没路走了 我搞不懂您了 你太逗了 来 蔡总 我再敬你一杯 蔡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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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不能回复你的 没叫你立即回复 就是给你提供一个参考 你可以同意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 但是 无论你什么选择 咱们俩永远是兄弟 那是必须的 是 永远 当时在非洲 就是咱们那次面对死亡威胁的时候 当时我真的害怕 我特别害怕 谁不怕死 可是杜邦 他让我佩服 用力你也让我佩服 我承认 我在咱们那些人当中 我胆子我最小的 我害怕极了那时候 我见到你们我 我都无敌随了我 这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了 每个人都会受到死亡威胁 都会感受到恐惧 我也一样 但我们并没有屈服 并没有向恶势力低头 并没给中国人丢眼 说得好 你知道吗 当时咱们在那山洞里的时候 我最想的就是我以前的媳妇 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她 可是咱们从非洲回来以后呢 她怎么对我呢 她跟别的男人跑了 跑就跑吧 没一关系 可是再后来呢 就因为一句话我得罪了马希伟 再后来 我跟我二哥闹犯了 他们怎么说我呢 说我蔡家湾是蔡家的叛递 那段时候是我一生当中最黑暗的人 真的有力 那时候我都绝望了 这个树挪死人能活 反而你这么一种 不能找到发挥自己能力的平台 开头的影子很有张力 就看你第二个章 但是我也需要得力的助手 来 来 永烈 我有一消息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哪一方面呢 你的 我的 我的 不是 你不能问这消息来源 这是江湖上规矩 要不然我就不告诉你了 行了 你说 算了 算了 说了不好 需要卖关子吗 这不是你蔡家湾的风格 我还是不能说 喝酒壮的 你真的 你至于吗 得 谁让我这人有话就揭不住 尤其是对自己兄弟 你说啊 你不觉得这马希韦 对你有什么两样吗 他对我 没什么两样啊 你这人怎么反应迟钝呢 你是在写长篇小说还怎么的 这不停地绕弯子 你有完没完哪 我 我给你提一下啊 他对你妈的态度 他对我妈 尊敬啊 他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啊 不是 你这人怎么就这么笨呢 你妈是不是经常去找她 找过几次 她是我上司啊 找得很正常 你 你能把我活活给气死我 我跟你说永利 根据我种种的信息 和综合的证据表明 我得出一结论 你说 马希韦 是你童母义父的亲兄弟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啊 这怎么就不可能呢 我像在开玩笑吗 不是 我没开玩笑 我跟你说永利 我把这消息告诉你 那是因为什么 因为咱们是兄弟 对不对 当然我不是想用这消息来影响你 我 永利啊 你 不喝多了 不会喝就不要逞能吗 这样子糟蹋身体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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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谁的儿子 啊 什么意思啊 我 古永利 是谁的儿子 你当然是我儿子了 喝多了 净说胡话 来 喝点水 我 那那个 马希韦 他是谁的儿子 啊 啊 马希韦 也有他的父母啊 谁是他父亲 谁又是他母亲啊 啊 那马天明是他父亲 啊 他母亲 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呀 你说 是不是啊 啊 你 你回答这个问题 就有那么难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